事实上就我所知 柯文哲现在也在整理 在选后 把所谓的蓝白河的整个的过程 把蓝白河的整个的过程 会写成一本书 那写成一本书 它主要的用意 就是说政党之间的合作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有话实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蓝白选后会不会合 从柯文哲接受媒体的访谈 就可以知道 他跟国民党之间 显然也要进入到一个交战状态 柯文哲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直接讲了国民党的党主席 他说朱立伦是一个欠缺正直跟诚信的人 过去我谈到朱立伦很多事 当然民众党的朋友都有问我 他说你们怎么看朱立伦 我把对朱立伦的看法前因后果 我讲的非常的清楚 结果呢 不幸言重 柯文哲的看法跟我一样 正直诚信 四个字在朱立伦身上看不到 在朱立伦身上看到的永远就是算计 所以柯文哲已经讲 在选后要跟国民党合作 尤其在六点共事上 柯文哲大概不会 不会再跟国民党合作 那第二个 在立院龙头宝座的合作上 柯文哲个人担保 我讲的是个人担保 他会跟韩国瑜合作 但是民众党至少他有三席不分区 是不会跟韩国瑜合作 就是说现在蓝白之前 不能合作 那很多人都希望他们在选后合作 尤其是国民党希望说 我们可以在选后合作 这里面包含侯友宜也讲 包含赵少康也讲 包含朱立伦也讲 这些通通讲 那柯文哲现在不做肯定的答复 柯文哲之所以不做肯定的答复 大概是基于三点 因为他在节目访谈当中 直接批评了 朱立伦跟侯友宜 就是说 他对于这两个人 基本上不显然 这个是政治人物 是这么一回事 如果彼此没有互信基础的话 再怎么谈都是相互算计跟猜计 这个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柯文哲讲 韩国瑜是一个可以合作的朋友 那显然他个人支持韩国瑜 能够出掌立院龙头宝座 但是他也不排除 但是他也不排除 跟游锡坤合作 所以这两项比较 可以看得出来 柯文哲心境上的转折 只要朱立伦在党主席再会一天 民众党已经不可能再跟 国民党有任何合作的机会 这是第二 那第三个 他特别点到了侯永 事实上就我所知 柯文哲现在也在整理 在选后 把所谓的蓝白河的整个的过程 把蓝白河的整个的过程 会写成一本书 那写成一本书 他主要的用意 就是说政党之间的合作 如果欠缺正职跟互信的话 就诚信的话 那就干脆不要谈 柯文哲认为说 他被国民党骗过一次 就不可能再有第二次 这一些话都暗示了 在选战过后 投票日过后 国民党要跟民众党合作 民众党会非常审慎的考量 要到底要不要跟国民党合作 这个就显示出 朱立伦这个人 坦白说 两个字叫虚假 然后这个人也有点情绪化 更重要是算计 就是说 这一些人格特质放在这个地方 可以这么讲吧 蓝营之所以 没办法跟白营 甚至于跟郭台铭合作 就是因为党主席的角色 出了问题 还有党主席的 个人的人格特质 受到了质疑 其实我可以举很多的历史 但是这一些历史都已经过去了 那事实上 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讲 我说蓝白不是不能合 但是绝对不会合 原因是关键出在党主席 因为连他自己有时候讲的什么话 连他自己讲的话 他都不相信 你怎么可能要求别人去相信他的真诚合作 柯文哲讲的这句话 等于是回敬了国民党 未来蓝白想要合作 大家各走各的 避免烦恼太多 更重要的避免被再骗一次 这句话讲的是非常的严重 值得国民党警惕